大家好,我是Jill,欢迎来到我的花园频道 新年一时,大家开始给自己的花园做计划了吗? 今天跟大家分享八款我喜欢的月季 我会给大家详解它们的特点 希望能帮助到你,并给你带来一段轻松美好的时光 花卉的链接我会放在置顶留言和描述栏里 喜欢月季的朋友请点赞和订阅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第一株跟大家介绍的是这株特别艳丽的Cihuly 它是一株风花月季,也就是Floribunda 花是以花散聚集的,单株可以开七八朵十几朵的花,非常壮观 它是以美国著名的玻璃艺术家Dale Chihuly而命名的 去过西雅图的朋友可能都去过他的玻璃艺术馆 非常地美 里面承设的玻璃艺术品真的是千奇百怪 各式各样,色彩缤纷 蜘蛛花正好非常完美地诠释了这个玻璃艺术品 它是由Wicks Roses在2004年开始种植的 花瓣树有25片,花朵大小8公分,香味是中等浓度 蜘蛛是1米乘1米2,还有很好的抗病性 各方面表现优良,你有没有心动呢? 这些花的所有信息大家都不用记笔记,我会留在描述栏里面给大家查看 下面这款色泽耀眼的乐迹,名字叫做Aptide 意思是潮汐,翻译成中文,我想如果叫做潮起潮落的话,应该挺贴切的 和刚才的Chihuly一样,它也是Wicks Roses家的 同样也是一款风花月季 它每朵花的直径可以到达12cm,可谓非常的巨大了 那么多朵花存在一起,非常的壮观、风盈 颜色又是这种非常难得的紫红色 而且它的味道还特别特别的香 你喜欢吗? 这株明艳的黄色乐迹,个头比刚才的两株要稍微小一些 它宽可以达到60cm,而高可以达到80cm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叫Julia Child Julia Child是美国已故著名厨师 她通过电视烹饪节目将法国菜带入普通的美国家庭 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生 她曾经做过CIA的特工 她和她的老公在二战期间在我的家乡昆明认识 吃了很多的云南菜 香辣的云南菜打开了她的味蕾 为她日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厨奠定了基础 Julia生前特别喜欢这款花的淡淡的甘草香 而且这款花获得了全美玫瑰大赛2006年的大奖 看完黄色的我们再来看一款粉色的 她的名字叫做Dream Come True 美梦成真 她是全美玫瑰大赛AARS2008年的得奖主 比Julia Child晚了两年 和Julia Child不同的是 她是大花月季 她的花朵直径可以达到12公分 而且她开的是单珠花而不是花束 这样就非常适合平差 她宽1米5 高可达2米 还有很好的抗病性和耐热性 下面这株是一株Hybrid Tea Rose 杂椒茶香玫瑰 名字叫做Perfume Delight Perfume是香水的意思 所以它的香味是经典的大马士革玫瑰香 它是一株历史满长的花 它首次出现是在1974年 当年就获得了全美玫瑰大赛的大奖 它的这个类别Hybrid Tea Rose 是我们最传统经典的玫瑰月季 花朵都是单枝花饼长 花朵直径可以达到12公分 做鲜切花最好不过了 植株可高达1米2 宽到90公分 这款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小巧可人的威月 大家喜欢吗 这株珊瑚红色的威形月季 是在我家附近发现的 这一类别的威形月季 我之前也种过 我在前年的一个花园分享里面 跟大家提到过 我会把视频贴在视频上方的链接里面 以及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小巧玲珑 高度不会超过130公分 宽度也是70公分以下 尤其适合盆栽 威月的色彩非常繁多 观赏性强 很多都有复花性 开过一茶花还会有第二茶 甚至第三茶 哪怕你只有一个很小的阳台 它都可以为它增添姿色 我居住在波特兰 它的别名叫做玫瑰之城 主街道两旁都是玫瑰月季 我家的小区也不例外 这款耀眼的景观月季 它很像市面上非常流行的一款 叫做Knockout的月季 Knockout Rosas是2000年获得全美玫瑰大赛的大奖 它真的是优点多多 它明艳美丽 有很多色彩可以选择 而且花量大到爆 最大的一个优点是 它还有字节性 无需把卸掉的花剪掉 新的花还会继续开 这样养护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特别适合新手和懒人 这款因为它没有标签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Knockout 只是看起来觉得特别像 请知道的朋友给我留言 下面这款非常的有特色 它叫Beach Rose 海边的玫瑰 它是大量种植在美国的西北 比如说华盛顿州 还有我们俄勒冈州的海边和水边 它的原产地是中国 韩国 日本 还有西伯利亚 它是在19世纪中引入到北美的 原因是因为它耐严俭 所以在水边经常能看到它 它的花朵是单半的 有粉色 也有白色 它虽然只开一次花 但却有一个其他的家养的玫瑰月季 没有的特点 那就是它会长小果子 红色的小果子挂满整个枝头 秋风凛冽的时节 所有的花都凋败了 而它却在这个时候 把这些颜色温暖的果实献给花园 这些果实就是玫瑰果 可以泡茶喝 有很好的药用作用 虽然这款玫瑰好看 也有药用价值 但是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是 它是很有入侵性的一款植物 如果你所居住的地方不是它的原产地 最好不要种 而且在美国的一些州 它是被化为是入侵植物的 而且在欧洲好像有些国家也是化为入侵植物 所以大家如果是碰到了 野外看见了 就看一看做个了解就好了 但是呢就不要去尝试去种它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八款玫瑰月季 你最喜欢哪一款呢 请在下面留言分享 如果想看到更多我家的小花园 你可以点击视频上面的链接 以及描述栏和置顶留言的链接观看视频 也欢迎到Instagram来关注我 看一看小花园日常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谢谢你的观看 祝你有个好心情 我们下支视频里面见